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爽姐 我们在煮米饭的时候都会用到电饭锅 每次使用电饭锅的时候清洁也很重要 特别是清洁这三个地方 清洁锅是既省电又卫生 下面赶紧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电饭锅每天在煮饭的时候都会用到 但是很多人清洗的时候只是清洁表面 这样是不干净的 其实这几个地方一定要清洁 第一个地方就是排气孔 我们在煮饭的时候水蒸汽都会在这里排出来 长时间下来就会累积很多污垢 所以我们把它取下来之后擦一擦里面 然后第二个要取下的部位是打开盖子 电饭锅盖的内侧 我们在煮饭的时候饭汤都会粘附在盖子上 取下来可以看到里面藏了很多的污垢 把排气孔和内侧盖取下来是需要清洗的 那么水中加入白醋 再倒入小苏打 把要清洗的零件放在水中 白醋可以起到一个软化污垢的效果 而且可以杀菌 小苏打清洁能力强 所以用它浸泡一会刷一刷污垢通通下来 清洗过后呢 是不是非常干净呢 看看洗锅的水是太脏了 第三个地方呢 就是电饭锅的底部 这个发热盘 那么它用久了呢 上面就会积攒着很多的污垢 这些污垢如果不清洁 就会影响它的导热性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块海绵 倒上少许的白醋 再倒上少许的白酒 用这个海绵去擦拭底部 轻轻的一擦 就可以将污垢全部擦下来 看看太脏了 然后将它晾干即可 这样就不会影响锅的受热 省电又干净 最后要把清洗过的部分零件安回去 这样电饭锅彻底干净 使用的更放心哦 一定要认真清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所以我们在使用电饭锅的时候 一定要清洁这三个地方哦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吧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